开始前让我跟你们做一个公司介绍 我们公司名字是NPM文法专家 创办人是沙老师 是NPM品牌的香港、新加坡、中国的总代理 沙老师2014年开始投入文法行业 成为NPM代理后更担任教学使命成为亚洲区文法导师 沙老师荣获多个奖项 得到客人、各界人士的认可及实力肯定 奖项包括 香港最有价值企业大奖 最杰出文法导师 香港最优秀服务大奖 而新闻访问报道就有 HK01、东方日报、苹果日报、预港生活、香港石油商户 跟大家说文法是什么之前 大家对脱发这个问题应该不陌生对吧 大家先找找镜子 照照自己家人朋友的发现位置 头顶位置、发现位置、发界位置 是否已经看得见头皮头肉了 是否你自己或近亲就有一位有脱发问题的啊 那请你现在访问一下他有脱发问题困扰了多少年 最近有没有做什么生发治疗 答案有了吗 没啥什么脱发黏资的 会跟你说 不停买洗头水 有没有 涂生发水锣 有没有 买一堆有的没得头皮护理的产品仪器 有没有 有脱发一些年头的人就会跟你说 去看过中医西医的 有没有 去生发疗程中心的 有没有 定期找Google大神救助 有没有 经历无数无数个脱发年头的会跟你说 去做执法 打 RGA 营养真到头皮 有没有 变成养生专家 早睡早起 有没有 是无数无数的营养食品 有没有 最后答案是什么 有用呢 还是没用呢 我肯定你已知道答案 对不对 有脱发问题的人 花了不少钱 时间 但就是没有成效 甚至已经放弃自己放弃治疗 因为脱发问题就根本不是一个病 是身体发出来的一个警号 是连医生都没法处理的问题 等到COVID-19 伊波拉 艾滋病有药衣食 脱发问题都不会有药的呀 文法的出现 越来越普及 越多人接受 改变了这些脱发人的人生 我不是夸张呢 是真真实实的每一个客人的感谢说话呢 现在就同你说回什么是文法 文法是一种着色于头皮的一种技术 完成后头发位置感觉视觉上浓密 就等于女生化妆一样 遮盖色斑 眼圈 小眼变大眼 没有眉毛便有眉毛 为了就是视觉上的美 你张臭脸化完妆都可以变Angela Baby 为何头皮不行呢 为何不接受呢 文法的效果是可以保留三至五年的呢 那文法是不是同文媒 文眼线 文身一样 是 又不全是 对 又不全对 你会问 啥意思啊 对吧 那我就要讲解一下文法的历史跟NPM文法有什么分别 SMP文法其实历史已好几十年了 你反应应该 哇塞 这不是新技术吗 那你就需要认真听课咯 文法专业术语 Scalp Micro Pigmentation 简称SMP SMP文法是指一支针在头皮上着色 一点一点的 点到没完没鸟 点到世界没日 你有睁大眼睛看了没有 如果需要做拳头Skinhead 你猜需要多久时间 如果需要做到浓密感觉 你又猜需要多久时间呢 我们专业而得高望重的莎老师说 当年她最开始用SMP技术需要六小时加补色至少三次才完美完成Skinhead 那这种浓密效果SMP是不是做不鸟呢 SMP是一定可以做到Skinhead的 就是很浪费时间又做不了浓密的感觉呢 如果可以的话 早在几十年前已经流行了 还需要你今天在哪里了解什么是吻发吗 SMP吻发是想不了大场面是有原因的呀 NPM文法 Hair Follicle Simulation 简称HFS 以色列品牌 2014年取得专利的文法滚针 上面56支针 因为是不规则的 所以可以做到立体而浓密感觉 最重要是文法师会节省鸟不少时间 特人又无需数小时折磨 Skinhead的话约1.5至2小时就完美完成 这才是成本效益对吧 文法色素是头皮专用植物色乳 所以可保留3至5年 NPM文法是以色列发明设计生产 哪些逃货的轻 请跟我滚 专利设计只会刺在皮肤的表皮层 安全而无需担心伤害毛囊 目前只有NPM文法品牌才做到哦 减少客人对品质上 技术安全上的顾虑和担忧 使用NPM品牌都一一解决哦